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時隔五年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訪港 出席連串的慶回歸活動 胡錦濤說 最希望親身感受香港的進步 主席賞親民 但在警方和當局嚴密的保護下 想聽港人的聲音都不容易 市民又怎解讀回歸15年 和胡錦濤訪港送大禮呢 我們香港人應該給胡錦濤知道 我們的心聲 譬如說我們要民主 以及我們警方都不應該 這樣限制我們去發聲 香港根本貧富言說好問題 很多問題 然後15年回歸 究竟是否真的好過呢 我就不覺得真的好過 根本任何事都在跟大陸接軌 無論哪一方面都是 他根本是陰一點陰一點 跟你搞接軌 說什麼50年不變不用 已經十年 15年過去都變了 六四事件這件事 胡錦濤來到 應該就要好好地跟他說回這件事 他們應該要誠實去面對這個問題 還有我覺得 梁振町應該跟他反映香港人居住的問題 因為香港現在雖然說三年上樓 但其實都很難去實施 解放軍來香港都很害怕 很害怕 洗了坦克裝甲車 所以都幾擔心 還有七一遊行 例如說會示威 會不會說會鎮壓又出現 可能人家一開始會覺得 香港人會覺得 香港會有一個比較好 向著好一點的方面發展 但其實現在這麼多社會問題 那是不是反映 其實這個社會和國家的政策 是不恰當的 我期望中國會更進一步 幫助香港渡過難關 有SIPA的協議 還有一連串的大禮送給香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令到香港人上大陸做生意更加容易 又或者可能就 令到內地更多省市的人 可以來香港消費 促進香港的經濟 有學者就指 特區回歸15年 香港經濟越來越依靠內地 但中央不能再以送大禮措施 穩住民心 我想香港人會越來越覺得 北京要不就完全不理解香港人的憂慮 只以為香港人是混在豬籃的豬 你餵爆它就很開心 其實香港遠遠已經經濟發展水平 遠離了這個階段很多十年 特別是年輕人 反而覺得為何他不去關注我們的核心價值 受到威脅的那種憂慮呢 另一個可能就是對胡錦濤很失望 就是覺得其實他是知道的 但他就不處理 因為他是想透過逐步所謂經濟的融合 將香港的經濟依賴度更加進一步加大 進而在政治上更加加強操控 就使得香港更加缺乏一個意志 爭取一個民主人權法治 成名認為梁振英的親北京背景 加上他近期種種舉動 會令港人覺得香港有邁向一國一制的趨勢 他預計如果不打風的話 參與七一遊行的人數一定會多過去年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靜雯報道